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吳振和 我是台科大畢業的校友 今天很開心可以回到這個場地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如果一個台科大畢業的學生跟你說他不會讀書 你們相信嗎 我可能也不相信 但是在台灣的教育裡面 升學考試的成績 是決定一個人升學 定義他會不會讀書的唯一標準 還記得我在國中升高中的升學考試 我的分數是177分 為什麼我會這麼影響深刻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更好 所以 我苦讀了一個多月 奮發突強 覺得應該 努力會有結果 結果 大家覺得努力會怎麼樣 放榜之後 分數是177分 很幸運吧 這就是國家 這個台灣的教育 當時對我貼上的標籤 如果一次可能是偶然 如果兩次 應該就是實力了吧 當時我很沮喪 我想說 為什麼努力沒有結果 不是努力應該要有收穫嗎 我想說 為什麼 我好像辜負了很多人的期待 我好像辜負了父母對我教育的期待 我是不是不聰明 我是不是只有這樣的能力 那當然還是要面對現實 這個177分 就必須要做為我 填志願的選擇 當我在做這個選擇的時候 我發現 其實177分的選擇很多 為什麼 因為我不用照著 大家的那一套公式 先填公立高中高職 公立學校填完填私利 我沒有這個包袱 我可以隨便填 我可以填我想填的 反正不會再更差 對 那當時其實 因為自己很 迷線上遊戲 一款天堂的遊戲 那當時就為了可以 有更多時間玩遊戲 所以所有資源全都填資訊科 那當然也如願了上了資訊科 我上的是一所私利的五專 這不是一所排名很前面的五專 但是我永遠記得 我的爸爸當時這樣 到處去跟人家說 我兒子 高中 台北 第一名的 蘇利五專 他說我 考上了 台北第一名的私利五專 其實五專 大概就只有三四間 對 但是其實上了五專之後 我覺得非常開心 我碰到了專業科目 我發現原來學習可以這麼開心 我知道什麼是自主學習 我知道學習怎麼跟我所知道的東西應用 我開始會用上課以外的時間去做一些額外的探索 後來我被學校派去參加了一個技能競賽 我在這個技能競賽裡面拿到了一面獎牌 我拿到了全國的銅牌 這個獎牌翻轉了我的人生 因為這面獎牌 我被保送到了台灣科技大學 我當時覺得我好像蠻厲害的 全國第三耶 但是到了台科大之後才發現 哇 原來我差別人這麼多 怎麼每一個人都這麼強 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 我進了這個學校 我連期中考我連題目都看不懂 但是有人考八九十分 因為全部都是英文命題 哇 原來我差別人這麼多 原來這裡真的是天大地大 原來我的世界觀這麼小 我這麼的無知 但是後來我發現其實 因為這樣 學校的資源除了老師以外 每一個同學都是你可以學習的對象 因為他們每個都比你強 所以我花很多時間跟同學討論功課啊 討論其他事情啊 也擴展了我的世界觀 後來我用第一名的成績 推薦到了台大 講這個故事其實 是要提出一個觀點是 當拿到第一名之後 第一名代表什麼 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第一名代表什麼 對我來說第一名代表 我找到了一個尋找標準答案的方法 我找到了考試的技巧 我找到了老師的喜好 我知道怎麼樣拿高分 但是在每一個拿高分的過程 我可能要比別人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時間 去拿到那一分兩分的高分 這樣真的值得嗎 後來我想到了一位長輩 他對我說的話 他給我的評價是 你太在乎別人的眼光了 你追求的都是別人定義好的東西 喔 我才恍然大悟 因為國中考試沒有考好 在我心裡留下了這樣的種子 讓我想要 以上好的學校 拿好的名次 當成標準 當成人生的目標 但是這代表什麼 我自己的目標在哪 我發現 我在追求目標的同時 也失去了目標 就在思考這個問題的同時 我遇到了我現在創業的夥伴 一句我以後想要創業 開始了接下來六年的創業旅程 我發現創業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完全沒有標準答案 很難有參考的東西 因為你做的事情可能 別人沒有做過 你很難找到類似或是一模一樣的 於是在2011年 我們的第一個產品 出來了 那時候我們還是研究所的學生 這個產品 是解決手機剛開始普及的時代 所有的資料都是留在網頁上 APP上沒有辦法查到太多資訊 你不知道你附近有什麼 你不知道你附近的店好不好 所以我們開發這個APP 也把這個APP拿去參加比賽 去參加台大的創新競賽 拿了一個獎牌 然後就死掉了 我們發現一個月後 沒有人要下載這個APP了 因為我們提供的資料 是人家不想要的 我們什麼東西都給 你可以查到所有好的壞的店 但是使用者 他只想要知道 對他有幫助的 那我們分析了這些原因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吃這件事情 是每個人每天都會遇到的問題 三餐可能都會遇到 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欸 今天吃什麼 晚上吃什麼 所以我們就開發了第二支的APP 我們把裡面的美食資料 結合我當初最喜歡看的一個美食節目 把它變成了一個美食APP 你可以知道附近哪些店 是在這個美食APP有出現過的 OK 這個APP應該會被使用者接受了吧 好像要解決掉一些痛點 好像有那麼一點吸引力 沒錯 在第六天他拿到了 Google最熱門的APP 這有圖為真 當我們在討論說它後續的發展的時候 它又死掉了 哇 人生怎麼會這樣 這是起起伏伏 而且這起伏好大喔 好像說你剛學會飛 然後你從山谷上準備要飛的時候 你的翅膀斷掉了你就摔死了 那後來我們接到了Google的一封信 他說我們的APP可能有被讓人家以為是官方出版的一個嫌疑 OK 我們知道原因了 那既然這樣我們就去找一些專業的人 懂法律的人去諮詢 我們決定我們不放這種美食節目的 我們放很多美食節目的 它的名字叫做電視美食 這樣就沒有就是讓人家誤會的這種嫌疑 那我們只放店家的名字啊 地址跟電話 其他資料都是使用者提供 所以也沒有做出權的問題 那這個APP去無存精了嗎 所以它在APP Store在Google Play拿到了冠亞軍的結果 超過兩百萬的下載 大家覺得這個APP成功嗎 它看起來好像成功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做這個APP的時候我們已經畢業了 我們有現實面的壓力 這個APP沒有辦法賺錢 我們沒有商業模式 我們的錢沒了 我們拿一百萬出來 沒了 要付薪水怎麼辦 於是我們靈機一動 我們去參加一些比賽 想說拿一些獎金 至少可以活個三五個月 後來我們拿我們一個side project去參加比賽 也順利拿到了台大另外一個比賽的五十萬元 五十萬元獎金真的蠻高的 真的可以活一段時間 但是這時候又面臨到另外一個層面的選擇了 因為原本的問題還在 我必須要做出取捨 沒有商業模式 幾個月後還是會死掉 那後來我們決定 我們放棄原本累積的這些數字 這些虛名 我們開始了做 我們把我們丟出去的 比賽的服務 認真的開始去經營 它叫做Pixi 這個服務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大家如果有用FB 應該都有看過這種貼文 它只有一個小小的logo 跟一個標題 然後可能沒有吸引力 我們覺得 哇 這麼好的內容 怎麼會被這樣限制住了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服務 讓大家可以自己去決定 它想要呈現給別人的說圖跟標題 而且我們把它優化 這是Pixi的服務 這個服務 我們決定要認真要做嘛 那我們還是要解決之前的問題 要怎麼活 所以我們印象了一些商業模式 覺得可以多賣一些功能 所以我們就討論出一些 就是好幾個列表 這是什麼東西可能會有人賣 我們把它放到我們的網站上 其實這些功能都沒有開發 我們等人家來問說 我們寫一個內洽 然後人家來問說 那這個是多少錢啊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你想要哪一個 然後我們就花了一個禮拜把它開發出來 欸 商業模式有了 欸 商業模式有了 那既然決定可以做了 那我們就匆忙 我們開始去找覺得是我們TA的使用者 覺得會用我們服務的人 一個一個一個去找 我們丟他訊息 我們告訴他 欸 我們有這個服務 其實一開始是有困難的啦 因為大家不認識我們 大家只認識Google Beatley 那後來慢慢開始 有一兩個比較有名的人 開始使用了 像是 一些我們叫出名字的 像是 阿多阿不教美語啊 再來 周杰倫用了 Hippie用了 開始有一些音樂公司 媒體 新聞開始用了 我們發現雪球滾起來了 我們繼續去做這樣子的推廣 我們希望它滾得更快 開始有一些國際的使用者開始用了 泰國的媒體 越南的媒體 一些我們念不出名字的國家的 使用者開始使用了 這我們完全沒有想到 最後竟然連旅樂奧運的粉專 都出現了Pixi 但是在雪球滾動的時候 總是不會都沒有事情發生 我們還吸引到了一些另類的使用者 色情網站 那時候我們每天後台就出現一些色情圖片 這絕對不是員工福利 對 因為這蠻困擾我們的 FB或是一些比較大的平台 它不會允許去在它的平台上 散播色情的內容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阻擋 那當時我們也蠻擔心的 我們怕被黑掉 那如果是大家覺得應該要怎麼做會比較好呢 我們當時想說 欸 竟然有這麼大的流量 這些色情的東西 我們來個借利使利吧 我們做了一個頁面 跟他說這些色情的內容被刪掉了 點過來的人會看到Pixi的介紹跟廣告 於是我們有了低筆的廣告收入 當然我們還吸引到的對象不只是他們 我們還吸引到一些更特別的使用者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會做什麼事情 可能很多人會輸入帳號密碼 然後按登錄 這時候你的帳號密碼就被偷走了 沒錯是釣魚網站 他們就是做了很多 跟很有名網站一樣的登錄頁面 然後用很多的轉子服務 Google啊 Viteli啊 Pixi啊 去做包裝 最後導到這個登錄頁面 那Facebook就以為 是我們做了這個登錄頁面 所以 在站上這個講台的兩個禮拜前 我們被Facebook誤會了 它以為是我們放的 我們遇到了之前沒有遇過的危機 有部分使用者的連結被擋了 我們真的是覺得超愧疚的 但是我們花很多的時間去想怎麼去補救 怎麼去讓以後這件事情不要發生 所以我們在不到一天的時間 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我們的使用者回來了沒有流失 使我們流量繼續成長 這邊讓我學到的是 很多危機處理的技能 雪球滾得越快的時候 你也要跟得上 才能幫它排出一些石頭啊 樹木啊 讓它繼續的滾下去 這個故事還在繼續 一個當初被台灣教育定下標籤的小男孩 在一個偶然之下 點燃了心中的一把火 乘上了 飛往夢想的熱氣球 這個熱氣球帶它 越過高山 越過各種困難 看到了美麗的風景 到了未曾看過的地方 這個小男孩沒有想到過 他自己解決自己問題的一個產品 一個服務 可以被散播到世界各個國家 這裏 我送給大家一句我自己很喜歡的話 每個人都是天才 如果用一條魚 用爬樹的技能去評斷一條魚聰不聰明 他會一輩子覺得自己很笨 我相信在場的各位 每一位都是那個天才 也祝大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熱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